青年植埃发展中心日前邀请到了英属百木达商安达仁寿副总经理郭德厚 来和青年求知者分享外商金融业的高阶通路谈判术 而这场实体讲座也开放线上名额 听讲的民众都觉得很有收获 很多人都觉得所谓的谈判离自己很遥远 但其实小至家人或是朋友间的沟通大至商业谈判 如果能善用一些技巧跟诀窍 就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所谓一个句话常说先入为主对不对 你那个先入是哪里来的 你的先入为主那个先入是从哪里进来的 就是你平常的认知 所以我们的认知是会闭门的 有时候会听不进去讯息的 其实双赢只是你要扩展你的视角 去创造那一个需求 因为他可能没想到他有那个需求 你要帮他看到他有那个需求 让他有那个视角可以看得到 青年求职者面对职押规划 难免会觉得迷惘或是不知所措 透过青年职押发展中心举办的各式活动 可以帮助青年求职者尽早厘清自己的想法 目前就是想说多听一些职押分享 可能就是更清楚说自己对怎么样的领域有兴趣 然后也比较想要先了解说 可能将来在职场上会遇到的问题啊等等 这次职押讲座不但开放现场名额 也同步进行线上的分享 让不方便来到职押中心听讲的民众 可以透过电脑或是手机 一起吸收实用的资讯 记者房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